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天怪了 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到这个化学老师出现 但是奇怪了 他平时是最准时的 而他平常和两个同事 就租在学校的附近 到他家里找找看人吧 说不定他人就会在家里头 但是才一刚进到屋里 整个瓦斯位就扑鼻而来 而且这何老师的房间乱七八糟的 所有的电器还有棉被 全都堆在一块 而就在这时候 何老师的母亲也特地 远从台南北上巡女 他看女儿的房间这么乱 就帮他整理房间 但是才刚整理到一半 天哪 他竟然发现 他的女儿就倒卧在墙壁 和床的正中间 看到这一幕 母亲心都要碎了 到底是谁会对何老师碰下毒手 才刚放完光复节三天廉价 星期一大早 金山国中的同学们 心都还没收回来 就在教室里吵吵闹闹闹的 但奇怪 左等右等 平时最准时的化学老师 怎么一反常态的没来上课呢 学校同学交头接二 老师人会到哪里去了 学校打他手机也打不通 何老师平时和几个同事 合租房子就住在学校附近 到他家里看看 或许找得到人 我记得到现场的时候 他是三房的一个 就是一个住家 那使者是住在其中一个房间 中间的房间 那其他的房间是还好 我们进去使者房间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分局已经处理过了 我们在地上有看到 就是沾湿的牛仔裤 它是放在门口外面 然后还有一桶水 租屋处弥漫着淡淡的瓦斯味 三个房间 一个共用厨房 但没人在家 其中一间房间的门缝 却被塞了两条沾湿的牛仔裤 而这正是何老师的房间 然后开了门进去呢 那时候现场是蛮混乱的 整个房间就像是个衣服衫 但何老师人呢 二十六岁的何老师长相清秀 个性乖巧 一毕业之后就在金山国中任教 做事有条有理的她 这房间乱得不寻常 她身为台南人 和家人分隔两地 每天一定透过电话 和母亲联系感情 但这几天却断了联络 做母亲的第六感直觉不对 远从台南北上寻女 而就在母亲一边整理女儿东西 一边纳闷她跑哪里去的时候 眼角瞥见了房间里 有个地方特别不对劲 那是因为到二十八号的时候 她妈妈北上上来之后呢 后来整理衣服 整理到一半的过程当中 才发现死者躺在 城市在床跟墙壁的中间 眼前的这一幕 做母亲的怎么承受得了 这屋里头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意外地第一时间募集 心如刀割 而且女儿全身上下都是伤 伤势还都集中在头部 十月二十八号 可是女老师就被母亲发现 城市在宿舍内 头部有六道伤痕 她是被交代手捆绑 身边有破掉电磁骨 头部有被电磁骨 中举的痕迹 胸部有一刀 刀子在里头刀饼断掉 我们发现什么时候 她是手脚都会绑起来的 那我们发现她的头部有伤 头部有伤 她的颈部没有很深的 那时候经过法医相应解剖之后 发现她有大概锐气伤 大概十一公分 何老师不只被衣服堆盖了起来 在她身上还压着棉被和电视机 算了算 现场可能有至少三种凶器 在发现遗体之前呢 他们现场很多 比如说 哑铃啊 电视啊 椅子啊 还有包括一些铲子 锅子那些 都压在死者身上 然后很多衣服都压在死者身上 能搬的东西 能压的东西 统统堆在何老师身上 狡猾的胸弦 似乎想引人耳目 延迟发现遗体的时间 这也让警方初步研判 这是报复性犯罪 而就在警方清点屋内财务时 发现何老师的皮包里 现金和信用卡 甚至连值钱的手机和笔电 还有他的身份证 全都不见了 案发当天 何老师的弟弟就接到了一通 来自姐姐的电话 而接起来之后呢 电话那一头却没有人出声 只有隐约听到一些 稀稀缩缩的声音 挂断之后再回拨回去 对方就关机了转语音信箱 而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通打不出声 回拨却转语音信箱的电话 现在回想起来 越想越不对劲 加上何老师 房里值钱的东西 通通不见了 难不成歹徒是未才杀人 地上有擦拭的痕迹 客厅 那客厅的痕迹是从 隔壁的徐老师房间 一直擦拭过来的 那我们去探查 徐老师房间里面发现 徐老师平时在做运动的 一个哑铃上面的血迹 哑铃重责15台金 女生要拿得动比较困难 但隔壁房客 徐老师的哑铃上 怎么会有血迹 莫非这命案和徐老师有关 这间房子是何老师 他和两个同事合租的地方 而这个沾到血迹的雅铃正是其中一位房客 徐老师 他平时在家里用的健身器材 这起案子会和这个徐老师有关联吗 还是还有谁可能曾经拥有这个租住大门的钥匙 但是却没有归还给房东呢 一问房东之下不得了了 原来曾经这里的租客都可能留有钥匙 这下得赶紧扩大范围做清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何老师的遇害的消息就在学校里传开来了 一个国中生他说他在案发的当天 他看到何老师了 而且他还被一个高大的男子架住脖子 这个高大的男子他的身份是谁 而这个何老师他又招谁惹谁了呢 生活单纯的何老师招谁惹谁 怎么会在租屋处惨遭杀害 歹徒下手之重 连警方看了都于心不忍 他颅底骨折 而且脊椎有断裂 他最后的结果结果 他的颅底有骨折 而现场的蛛丝马迹 都是何老师生前遭遇残忍对待 以及歹徒留下来的急症 把一些可以作物都压在他身上嘛 把现场固步一阵 因为现场我们老师不是他的朋友 谭老师有来整理的时候 没有发现死者 现场的所有的衣物 我们看所有的衣服都堆在他身上 那后来他为什么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那个牛仔裤 放在门缝那边呢 这有一点让人家误以为说 他是自杀的感觉 租住两条沾湿的牛仔裤 明显是凶手的 顾不宜正 也让警方更加确定了 此案为他杀 朝凶杀案件的方向 一路往下清查 那密研证查我们就要知道说 到底是谁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求 从现场去采证 采可能犯嫌留下来的东西 犯嫌遗留东西 或是说犯嫌可能在现场触摸 遗留下来的生物激震 勘察现场门窗没有破坏痕迹 也让警方把怀疑的目光 投向了同住在这个屋檐下的 另外两名访客 但廉价的这三天 在这租房的一男一女 分别是徐老师和苏老师 见识也在徐老师的房间地板外 发现了可疑线索 地上有插射的痕迹 在客厅 那客厅的痕迹是从 隔壁的徐老师的一个房间 一直插射过来的 那我们去勘察徐老师房间里面 发现徐老师平时在做运动的 一个哑铃上面有血迹 那个哑铃也很重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不可能是女生来动手 就是男性 男性的话 那个房间里面 刚好它是一个男性 所以我们一开始把徐老师列为说 是清茶的对象 只是进一步跟肩这个徐老师 发现他生活简单 而且还学佛念经 加上他和另外一位房客苏老师 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就奇怪了 会不会还有人 有这一间房子的钥匙 一位房东之下 这才发现原来这门锁多年没换 所以住过这里的老师 几乎都可能留有钥匙 这样警方非常的头疼 就跟房东要来了住客资料 把住过这里的老师一一找来 采集唾液 做DNA鉴定 在鉴定的过程中 何老师遇害的消息 也很快在学校传开 一个学生说他在案发当天 有看到疑似何老师的身影 学生支支吾吾 原本不敢告诉警方 但在查访时才勇敢说出了 当天的募集经过 而这个线索也让警方确定 凶嫌是男性没错 一开始因为DNA资料库里面没有 就是刑事局可建党的人 中大暴力犯罪 性情爱 这些都是可建党的人 他们建党的都在 刑事局资料库里面 可是我们当初这个案件 用他的刑别 这个男性的DNA行别 去跑资料库的时候 就发现他是没有在资料库里面的 现场采集到的DNA行别 没有在资料库里 也代表凶手没有重大案件 等相关前科 何老师他的男友呢 警方调查他们感情很要好 已经在筹备婚礼 预计隔年就要步入礼堂 因此也初步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 而就在这时候 拓役EVA比对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何老师他预计在隔年 就要和男友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而他平时生活单纯 教学又认真 却被迫在这一刻 画下了人生的休止符 而警方这下也得赶紧从现场 歹徒留下来的机证 逐一做比对 细心的见识人员 也在捆绑何老师 手脚上头的胶带上头 找到了一枚关键机证 这是歹徒留下来的手套残片 只要上头的DNA比对结果相符 就可以离真凶更靠近一步了 而警方也大费周章的 把住过这里的租客老师 全部抓来做唾意鉴定 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配合 但是就有一个人 态度扭扭捏捏捏 怪怪的 他叫做曾思如曾老师 这也让警方直觉不对 警方进一步追查何老师命案 在搜集唾意的过程当中 接受采样的每一个人都很配合 但就有一位曾思如曾老师 扭扭捏捏 让警方觉得怪怪的 但他早已不在金山国中任教 在案发前就已经请调到 中和一所国中担任特教老师 他帮扶着就很怪 而且他很怪 就他嘴巴不张开 或是很奇怪 迴避的感觉 但因为他不晓得DNA 他以为说唾异 其实不是唾异 我们在踩他口香壁 尽管态度和举止怪异 该踩的DNA还是拿到了 甚至DNA的鉴定结果出炉 事实真相一一浮现 所以有没有死者以外的DNA 这就是重点 这个案件最主要的关键证据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 我记得在他脚上的手套 脚上的胶带上面 何老师被发现时 双手双脚都被用胶带捆绑 见识也透过现场种种激症 缜密推理 还原出了当时歹徒残忍的作案过程 抽丝剥茧的时候发现 他里面有一个残到一个破碎的手套 然后在他头部 颈部 颈部有一个电磁炉 他说他发现过程当中 他是用电磁炉去压在他头上踩踏 可是我们在电磁炉 上面也发现到一个破碎的手套产变 就像有人像医疗或是塑胶手套 那我们推测在那个缠绕的胶带上面 那我们想一看一个是 在缠绕的过程当中破掉留下来的 那这可能是带头的机率很大 小小破碎的手套残片立了大功 成了凶手赖都赖不掉的关键铁证 后来范贤 曾侍如 他就有同意做DNA嘛 所以案子结果就是 他的DNA跟现场的手套残片的DNA 是混合的 混合的DNA是吻合的 当时警方双管齐下进行追查 还记得当时何老师的弟弟 接到的那通诡异电话吗 警方研判这极有可能是胸弦拨打出去的 而调出这支手机 通联行动轨迹比对 竟然和这个老师曾思如的动线 不谋而合 当天查他的行踪的时候就有陈述 他当天的行踪是从 从阳明山开车下来 到石门去看风景 相对我们就调略他的所有的机制 他的动线 机制可以看出他的动线在那里停留 从阳明山一直走野流 又回到金山 暗号当天啊 他一直都停留在金山 隐匿行踪被发现 连DNA鉴定结果都相符 不过他否认到底 那不过一开始他不承认 因为他有一个合理的证据 就是说他平常他 我记得他好像是88年 到91年的8月 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他是住在这个楼层四楼 就是跟使者住在同一个楼层的 原来这个曾思如 他不只曾经是何老师的同事 还曾经就住在同一层楼 那所以他当初的钥匙 可能他退出之后没有还他 他今天会选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他熟悉的环境 他以前是这里的租客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可能刚好中南部的人会回家嘛 他大概可能也知道 里面住哪些人吧 他就想说漂礼拜五晚上 那他就有合理的证据 就是说我曾经住过这个地方啊 你在这个地方采到我的DNA 是很正常的啊 那他也不承认啊 他不是单纯在现场 采到一个任何一个东西 他是在十者 缠到十者的 双脚的胶带上面的缝隙里面 才到的胶带 所以这一定是歹徒留下来的 这不是随便今天在现场 摸个电话 摸个菜刀 留的 曾思如坚决不松口吐石 但证据摆在眼前 甚至现场遗留的鞋印 鉴定结果 也和曾老师的鞋子相符 而且命案发生当天 他仍旧在金山 种种迹象直指 凶手救是他 呂老师命案当年众所瞩目 警方为了怕打草惊蛇 将人私下带到了和尔厂征讯 但狡猾的他 依旧是遗众就情 警官先要说我们用证据 去跟他相遇大意 那这个案子我记得 是我们那时候刑警大队的 副大队长 他就找他爸爸 亲自去拜访他爸爸 跟他讲这个案子 他证悟留存的情形 那后来国际的隔一天 他爸爸就带他来批判 周思如主动带律师 前往台北县刑大投案 他总算招了 回到案发那一天 他因为击欠了大量的卡债 又买了九十万元的新车 根本还不出钱 财务状况吃紧 当天他和当时的女朋友 讲完了四十分钟的电话之后 就动起了行窃念头 我看他的笔度 他是有说他先打电话进来 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的电话 他有先打电话进来 进来之后 评估好像没有人 他就用他的当初 原来的保存的钥匙 开门进来 小花的曾思如 还先到西药房 买了塑胶手套 接着进到屋里 东翻西找 值钱的东西还没找到 但这个声音 让他吓坏了 这个曾思如自己作诀心思 感觉说何老师已经有看到他 躲在这个门 那个公寓又很小 客厅跟房间离得那么近 他自己心里在怕 当时何老师买了焗烤饭回家吃 就在经过许老师的房间时 却停顿了一下 而这个动作让曾思如以为 东窗赤罚 所以他那时候才把他 就是制服住 然后到他房间去 他用左手捂住了何老师的嘴巴 而何老师奋力抵抗 咬破了他的塑胶手套 犯嫌他手笔路 我看到他一次承认说 他是用雅铃打他 然后甚至用电磁炉 他是说电磁炉放在头上菜塔 电视机 还有厨房的锅子 厨房的锅子 最主要他讲的关键点是说 他是拿现场在厨房 他之前在这边住的时候 留下来的水果刀 他右颈部这边有一个很深的 那个锐气桑 大概相应的时候十一公分嘛 过程中何老师速度求饶 磕头拜托 但他执意就是要把人给杀了 完事之后 曾思如还呆坐在遗体旁边 抽了五六根烟 想着要如何掩饰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一想天开 搬来了瓦斯罐 拿了两件牛仔裤 沾水塞在门缝 营造轻生假象 处理完之后呢 他是因为当然他就是要强盗 就是要钱满后 曾思如劫走了何老师的 两万九千元现金 还有现场值钱的笔电 手机 身份等 离开了现场 我只能讲说人还是要重散 你做任何不好的事情 其实上天知道 有一天你还是会被发现的 案件悬了一个多月 这个金山女老师命案终于顺利侦破 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前科 担任国中特教老师的曾思如 竟然会犯下如此凶残的命案 也震撼了台湾社会 和当年的教育界 住手以后 人生对我来讲 已经可以说了什么好意 宣判时 何老师的父亲 在镜头前的这一席话 听得令人心碎 一路把女儿抚养长大 活到26岁 何老师的人生才正要开始 但却在这个时候遇上死结 家属对女儿的思念 以及心中的悲痛 一辈子难以平复 杀人的竟然会是 特教老师曾思如 他的外表温文儒雅 完全不像杀人犯 而我们专案主这一集 也独家专访到了 枪决他的法警 他说曾思如 在监狱里头的行径 荒唐至极 甚至他在踏上刑场前的那一刻 还发表了一段 长达六分钟的遗言 我印象里面的曾思如呢 坦白讲你怎么看 都不可能相信 他是个杀人犯 杀死金山国中 女老师的曾思如 被八度判处死刑定验 曾经在监狱辅导曾思如的 教诲师应小微说 他是他辅导过 最不像杀人犯的死仇 他的外表 并没有说像一些 大奸大恶的那一种 回非作歹的那一种人的外貌 看得出来就是说 是有一点有修养的人的感觉 身为当年枪决曾思如的 自身法警 瞥见他的第一眼 第一印象 相貌堂堂 文质彬彬 温文游礼 所以有一次我还跟他讲 当死刑的判决下来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 你有没有真的从心里懺悔 然后应老师我跟你讲 我很后悔 然后他们说我泯灭人性 我怎么有泯灭人性呢 2002年犯下 他们的监狱教诲 听到都不敢置信 然后他跟我说 李老师你知道吗 我在杀了他之后 我还抱着尸体 很难过哭泣 然后我还帮他把衣服整理好 然后你觉得 我有不尊重尸体吗 是真有回物之心 还是强辩的脱罪之词 大家心中自有评断 但曾思如荒谬的 还不只有这一个 在那个监所曾经就是 就拿那个 他自己的排泄的那个粪便 然后好像把他积存下来 他把他积存下来 听说是积存大概是两天之后 然后对着就是他 对着有一位管理员 好像他觉得对他不满 然后就朝他泼洒 然后造成那个管理员 就是整个人 就是被那个 他的排泄物 整个就是被他污染到了 那时候那个 那个管理员也非常的生气 在检索内不服管教 背上手铐脚疗 送到违规房处置 并且依照妨害公务罪一所 有些死刑犯 他所做的动作 他不外乎就是 他希望借事借端 就是说 他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希望说 对方最好对我提告 那你对我提告的话 我可能就是说 可以再去走那个法律程序 那可以再把时间再拖场 但再怎么拖 该来的还是会来 只是在要被送上刑场前的那一刻 曾思如他发表了六分钟的遗言 他也跟检察官报告说 他已经有信仰 也信教了 那应该就是说 你既然说你有信仰 你有信教 你应该是说真实的忏悔 而不是说 好像说只是说嘴巴上 然后就是说 在最后只是想求得说 人家最后的原谅 你必须要就是说 你是真实的 但是事实上 你并没有说 真的有那个悔过的心 最后他把被害人 用哑铃重击之后 他说那时候对方昏厥了过去之后 他坐下来思考了三十分钟 最后他竟然做了最错误的决定 然后把对方给杀害了 这跟他最后讲的那六分钟的内容 显然有所矛盾 被判了八次死刑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为十跟五省死刑判决 但曾思如到临死前 他还是不放弃 最后他希望说 他可以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 就像说他会教英文 然后他会做一些就是 对那个特教学生 教育方面 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 他今天他所做的事情 已经是天理无法容忍 2012年12月21号 当天晚上6点52分 曾思如被执行枪决 这一刻家属等了十年 我女儿如果能够回来 突然可以做好 可是这永远没有办法的事情 每一次我躲在船上就想 我旁边的女儿到底哪里去呢 你看被害人的父母 尤其是他的父亲 每次在媒体面前 从事声嘶力竭的 一直希望说 对方要赶快 赶快枪毙 赶快就是执行 赶到事业了 一个女儿 这样葬送掉之后 随着她的父母 也跟着人生 就这样也几乎是 全部都毁灭 身为何老师的父母 家属度日如年 又该如何度过每一个 女儿不在的漫漫长夜 往往迟来的争议 有时候会不会是太晚 台湾大事不可能半个月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 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 台湾大事 您的家属去给我们 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五湯八卦记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